政府推广CPR多年 这一次在卢竹乡三角地区 就有一位易销弟兄 利用CPR的技术挽回了舅舅一命 事情是发生在10月26号 该名易销的舅舅原本就患有糖尿病 在行经住家附近池塘的时候 疑似血糖过滴掉进了池塘 所幸亲人及时发现 急抠身为易销的子子回来抢救 施做CPR 成功恢复舅舅的呼吸心跳 易销洪诗华讲解的轻松 但其实抢救过程一定相当惊险 即使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当时陷入昏迷 丧失呼吸心跳的郑青龙 还是需要轮椅支撑 他可能就是那个 他有糖尿病嘛 可能比较低 就抖音 可能是要坐旁边那个石墩 没有坐好就跌下去了 就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我外甥了 所以消防局培养这个 这么好的干年 因为都在医院里面 快半个月都不知道了 他出那个病房的时候 大家告诉我说外甥救了我才知道 洪诗华担任一销多年 曾经有利用CPR抢救患者的经验 但是这次用来救回自己的亲人 却是想都没有想过 前来慰问的消防局长谢锦旭 也鼓励全民学习CPR 我们希望桃团是一个健康的城市 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所以我们针对CPR这一部分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全民的 全民的 全民来推广来实行 所以我们走路里面 走路社区 跟各行各业 包括便郎西施 包括油柴 包括清色司机 甚至村里林长 李干事 这部分的话 我们都不定期的 办理各方面的训练 根据消防局提供资料 一旦患者行费功能停止 若在救护人员赶到之前 没有实施心肺复苏数 3到10分钟后 死亡几率高达5成 消防局表示 将会在各机构 学校实施CPR训练 争取救命失效 春福堂有些新闻成本 也采访报导